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国论开始了啊 各位爱听书 爱听相声 爱听我们这些个节目 挺有意思 其实我跟您各位爱好差不多 没事呢 也是啊 看看戏啊 看看书什么的 尤其爱看书 书中自有颜柔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提个书可能您各位都知道 就是天龙八步 天龙八步好看 除了这个降龙十八掌 六脉神剑 北冥神功 除去这个之外 丐帮帮助乔峰 一搏云天的这个形象 是深入人心 另外其中有些个人物 很有特点 你看这个乔峰的 接拜的大哥 辽国皇帝 耶律鸿基 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一心想着南清大宋 一统华夏 当然了 这是小说 历史上的耶律鸿基 不是这个样子的 咱们看天龙八步 有关耶律鸿基的记载 最精彩的就是最后 全文最后 眼门关外 乔峰和虚竹 段玉三兄弟 俘虏了辽国皇帝 耶律鸿基 乔峰呢 要求按照 契丹人的规矩 耶律鸿基 得以这个彩礼自赎 所谓的彩礼呢 就是 要承诺 他这余生 不许辽军 一兵一卒 越过宋辽边界 如果不答应 乔峰就跟耶律鸿基 同归于尽 玉石俱焚 所以说 你看乔峰和天龙 二卦 也就是虚竹断玉 这是很厉害的组合呀 降龙十八掌 北明神功 六脉神箭 都是顶级的神功 耶律鸿基 你看手底的将士 救不了他 所以说经过权衡吧 八珠宝到高举锅顶 说大辽三军听令 大军北归 南征之举作罢 与我一生之众 不许我大辽 以兵一卒 侵犯大宋边界 看他说这个话 这个妥妥的一个 军国主义家的形象 耶律鸿基 调全国兵马 攻打大宋 是什么概念呢 据辽史记载 辽国兵力极其雄厚 他这有这个 打仗皮士军 就是俗说的 御林军啊 有三十万骑兵 还有一只 叫鼠山军的精锐骑兵 也有二十万 以及其他的工卫兵马 有四十八万 骑兵十一万 那这么一算 辽国兵力有点吓人了 光骑兵 五六十万 而天龙八部的故事呢 到燕门关这儿 已经是被送过去 朝廷上昏军 奸臣当道 还有各种农民起义 倘若这五六十万骑兵 蜂拥难下 北宋啊 还是真招架不住 大辽举全国之兵发送 可见他的军事野心 这是金庸先生 留给我们关于 耶律鸿基的关键印象 除了这个军事野心呢 小说对他的政治素养 也进行了深刻的描述 您看天龙八部第27章 描述乔峰 初次见到耶律鸿基 一同复燕的时候 耶律鸿基听到奏报 说楚王父子谋反 一点也没有惊慌 反而是神色镇定 慢慢举起了金杯 喝干了酒 说有叛徒作乱 咱们这就回去 拔营 大军严整有序 毫无惊慌杂乱 乔峰寻思 大辽威震天下 此刻虽有内乱 却无纷扰 可见皇帝统军有方 这里边也侧面印证了 耶律鸿基的军事才能 后来在对阵的时候呢 叛军把耶律鸿基的家属 都带在阵前 想要胁迫的投降 和西哥年轻的飞拼呢 一瞧 刀架脖子上 全哭 耶律鸿基吩咐属下 把这些哭喊的女人说射死 果然 堂堂堂堂 剑死飞黄 这些个飞子们 剑射死了 这个很像楚汉征 刘邦抛弃弃弃子 这个项羽就威胁刘邦 你爸爸在我这 我准备拿他呀 炖汤喝 刘邦说好啊 到时分我一杯喝呀 所以这个汉高祖 聊道宗 在危机时刻处理事情 十分果敢六亲不认 这个以上是对耶律鸿基 军事才能和谋事果断的描述 总体上呢 是刻画成了一个出色的军事家 政治家 而在金庸的小说里边 出现的雄才大略的天子 除了蒙古国的成绩思汗 有这个陆顶记里的康熙大帝 剩下也就是耶律鸿基 能派得上号 天龙八部 为什么要以那么浓墨重彩 来把耶律鸿基 刻画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呢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反正各种说法都有 你看这个书啊 主要是刻画了天龙三兄弟 耶律鸿基作为支线的配角 主要是衬托乔峰 比如乔峰从金人手里 救了耶律鸿基 但是呢 不要你的官职赏赐 突出他的意 在叛军面前 从这个数十万大军的阵营里边 救出来楚王夫子 突出了他的勇 面对耶律鸿基的威逼利用 坚决反对他南下亲送 突出了他的人 你这样一位人一勇三权的丐帮帮主 是很容易被读者记住的 所以提到金庸小说的 辖制大哲 大家公认的是乔峰 国境 咱们这描述了一下金庸先生 对耶律鸿基的刻画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耶律鸿基 什么样呢 古人云啊 齐家治国平天下 如果一个人连家庭都治不好 那肯定是治不好国家 咱们要先说说耶律鸿基 干过的糊涂事 作为一个家庭的主心骨 他也干过荒唐事 耶律鸿基在小的时候啊 受到他的父亲 聊兴宗 耶律宗贞的刻意培养 聊史记载 聊兴宗二十一年 也就是耶律鸿基 刚满二十岁的时候 被他的父皇 受于天下兵马大元帅 执掌兵权 同时呢 还让他协助处理政务 为将来登基做准备 1055年的八月 聊兴宗病逝 年仅二十四岁的耶律鸿基 继皇帝位于旧前 就是在棺材头里边当的皇上 成为辽国的第八位皇帝 1063年 耶律鸿基的叔叔 耶律崇元和他的儿子 耶律捏鲁骨 在皇帝出京行列的时候 发动了叛乱 天龙八部里边消风 帮助这个耶律鸿基 平定叛乱 就是引用了这个历史背景 最终叛乱被成功镇压 与叛乱有关的人 都遭到了清洗 重元之乱平定之后 叛乱有功的 耶律以心 成了辽国朝廷的中流地主 这个耶律以心 是辽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 任人为亲 大肆收受贿赂 用残酷的手段 打压政治上的对手 辽国朝廷几乎成了 耶律以心的一言堂 这个耶律鸿基作为皇帝 却只在意自己的私人利益 是否受损 而对国家大事 他表现的 我不关心 天龙八部里边 那个雄才大略 野心勃勃的耶律鸿基 在真实的历史上 跟他不一样 有点糊涂 多疑 耶律以心在朝廷上 作为作福 耶律鸿基呢 一点都不知道 不过他的皇子 耶律鸿 不像父亲那么糊涂 耶律鸿知道这不好 就这个耶律以心呢 大奸臣 必须找机会把他除了 耶律以心当然也知道 皇太子的这个心思 这个玩意儿 我不动手 他就得动手啊 看谁手快啊 结果耶律以心 策划了一个 很恶毒的阴谋 这个很像汉武帝晚年 那个巫蛊之祸 跟那个是极其相似 汉武帝那会儿就听信 宠臣江冲的谗言嘛 逼得皇太子和皇后 为子夫自尽 耶律以心呢 是诬陷皇后和戏子思通 先后逼死了皇后 萧观音和皇子耶律郡 这个耶律鸿基很糊涂 不相信自己的妻子 也不相信自己唯一的儿子 反而呢 对耶律以心的阴谋 很相信 就凭一个谗言 杀死了自己的爱妻 和独生子 而且不听任何辩解 您说这能是圣明君主 能干出来的事吗 那这是耶律鸿基的 一件糊涂事情 在金庸的天龙八部里边 辽国皇帝耶律鸿基 那是雄才大略 可是在真正的历史上 他真是昏运糊涂 几乎葬送了辽国的基业 当然了 他虽说杀了妻儿 他这事挺蠢 可是智商不定 辽史记载嘛 耶律鸿基 年幼的时候 品德优秀 才学过人呢 被立为太子之后 他的父亲辽兴宗 专门的派遣如臣 教导他 指望他能够成为一代民君 辽史上是这么说的 道宗刚刚登基的时候 要求大臣直言 寻访治国之道 劝农兴学 旧灾 续换 这是个好皇帝的形象 后来这个国事繁杂吧 慢慢的就失去耐心了 是拿着一手好牌啊 打了个稀烂呢 也不知道耶律鸿基 吃错什么药了 反正后来 历史对他的评价 急转直下 说他这个为人昏庸 中间莫变 沉迷赌博 辽史记载嘛 道宗晚年眷勤 用人不能自责 令各智骰子 以彩胜者观之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天呢 要处理许多的政务 让耶律鸿基 感到非常的厌倦 这位一个重要的职务 哎呀 谁来当这官呢 这个得他说了算呢 得皇上决定啊 但是呢 耶律鸿基很头疼 到最后想来想去 来好主意 让大臣们支骰子 通过支骰子的点数 决定空缺的官位 到底是谁来替补 几个官跟那块夸一支骰子 谁的点多 那就是你的了 众多的大臣里边 有一个叫 耶律衍的 他制出来这个点 跟花色 搭配的最好 哎 这个耶律鸿基 非常的满意 你这个能力太大了啊 每次支的 骰子 点都比他们强 这是有当宰相的兆头 就让他管理 书密院 什么叫书密院呢 书密院 掌管军国的机务 编备 兵防 按现在来说 就相当于 国防部吧 您看看吧 一个国防部的部长 拿支骰子 选出来 这玩意也太儿戏了 这就 北宋 高球 靠着踢球 当了官 辽国呀 靠支骰子 当国防部长 宋辽之争 已经从军事领域 涉足到了 体育娱乐板块 耶律鸿基 执政的这些年 残害了 揭发了妻子 和独生儿子 朝堂上下 乌烟瘴气 整个这个辽国 统治集团啊 元气大伤 到他选好了 这个皇太孙继位的时候 辽国已经是内忧外患 也注定了辽国 终于走到 寿终正寝的地步 前面咱们说了 这个耶律鸿基 在乔峰的威逼之下 取消南征计划 使得苍生逃过一劫 天龙拔布里边 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战争狂人 然而历史上的耶律鸿基啊 不是这个形象 历史上的耶律鸿基 是一个十分亲宋的 辽国皇帝 汉化程度极高啊 终其一生 就是他这一辈子 从来就没有过 要入侵大宋的想法 更别说还要付诸行动 没有过 说这个耶律鸿基呢 我得简单介绍一下宋辽的外交关系 在公元九三六年 契丹扶植了石敬堂 建后晋 作为回报 石敬堂任辽太宗耶律德光 您听清楚了啊 德光不是德纲啊 石敬堂任辽太宗为父皇帝 就是你是爸爸皇 自己是儿皇帝 并且搁了燕云十六州与契丹 由于占据了这个燕云十六州 那是一大片肥沃辽阔的土地啊 契丹改国号叫辽 辽阔吗 公元九七九年 北宋挟灭北汉之风 首发辽国 在高粱河这一仗打的不太美丽 大败而回啊 作为报复 辽军数度越界南下 公元九八六年 赵光义再次三路北伐 由于准备不足 再次大败 名将杨继夜战死 北宋从此就失去了 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军事实力 从主动进攻 被迫进行了战略防御 公元一零零四年 那有一个萧太后 这大伙都知道啊 这非常有名啊 你看京剧的听评书的都知道 辽邦的 萧太后 萧太后跟皇帝 亲率大军 南下恭送 宋真宗赵恒 在宰相扣准的逼迫下 无奈 欲驾亲征 这个由于双方啊 都对战争的最终结局 缺乏这个必胜的信心 两边其实都打着虎呢 民间有一句老话 说这个 马杆打狼两头害怕 说的就是这宋辽两国 而且辽国大将的意外 中箭身死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 辽国说得了 主动请和 别打了 有话好商量 两国就签了一份 禅渊之盟 就叫兄弟之国 世代同好 当年这个京剧大家 棋派的创始人周信芳先生 秦林彤 有一个新编的历史剧 禅渊之盟 说的就是这段故事 喜欢的您上网搜搜 听听有一段唱腔还是不错的 从这个1004年 宋辽禅渊之盟条约 那天开始 一直到1120年 宋金秘密的地界海上之盟 相约夹击辽国 这116年的岁月 宋辽这两个大国家 基本保持着友好往来 算得上是天下太平 一直是不交兵 以兄弟之国交往 根本没有 耶律宏基那个处心积虑 铁西南下 没有 耶律宏基是一个 十分的项目宋朝的皇帝 他本人呢 还是宋仁宗的这个忠实粉丝 对宋仁宗赵真 无比崇拜 北宋诗人 陈诗道 在国学经典 后山谈从里边 记载 1063年 宋仁宗驾崩的辅告 送到了辽国 耶律宏基抓着 石臣的手 放声大哭啊 一边哭一边说 有他在世 我们已经42年 未见风火狼烟 马上传令 为宋仁宗赵真 见衣冠种 百姓都去祭拜 其实呢 不用耶律宏基下令 契丹的百姓 早已经是哭声震天了 这个事儿也表明了 耶律宏基是一个 十分热爱和平的皇帝 所以这么一个亲送的人 他不会说 以南亲为激震 说了这么多 耶律宏基的另一遍 其实呢 还想捞了一句 就是夫妻关系 你看包括现在 离婚率挺高 很大原因就是 夫妻有矛盾 不能沟通 你有你的道理 为我道理 一矫情最后 得了 一排两散 你看耶律宏基不就是 听信谗言 你倒找人问问去 或者跟媳妇坐下来谈一谈 矛盾完全可以消除 他没有 一听就急了 火冒三丈 就被人杀了 所以当下的夫妇呢 要以此为见 多多沟通 好好交流 把日子过好 好了 今天聊的 耶律宏基的 小故事 就到这了 谢谢各位